恋爱中的两个人 在很多的时候必然会情男自惊 然后就会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很多男人都会迎合女人的感受 然后两个人一起配合到达那个点 那么女人在为爱鼓掌的时候 喜欢快节奏还是慢节奏呢 相信很多男人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吧 让我们一起看看街头的小姐姐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个接受采访的苏小姐 她说自己比较喜欢快的 因为慢节奏的感觉不是很强烈 但是如果一直快的话 男朋友会很累的 所以一般都是一会快一会慢 这样男朋友会更久一点 而且也不会那么累 第二个未接受采访的是吴女士 她说自己比较喜欢慢一点 因为自己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很长 所以很多方面都没有打开 如果太快的话自己有点接受不了 而且朋友也刚刚接触这种事情 太快的话就会很快就良失 比较影响体验 所以还是比较喜欢慢节奏的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 当然还是快一点更好 但是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 并不是对所有女性都是越快越好 而是要找到合适她的速度 并且在这过程中 并不是一直越快就会越好 像一开始的话就不用那么快 而是循序渐进到越来越快的冲刺 试想如果一上来就很快 不仅女人会受不了 男人到后面也会没有体力 战速决的性爱让女性觉得意有未尽 虽然人们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 但其实也可以尝试下慢节奏的性爱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快餐式的性爱 总是喜欢在性爱的时候速战速决 但是对于女性而言 这样没有办法更好地享受性爱的过程 如果双方在性爱的时候 可以稍微放慢以下速度 便可以感受到更加不一样的快感 希望大家能好好把握其中的秘诀 尽情享受雨水之欢 虽然现在是生活是越来越快 节奏的加速化 但是有些事可真的是急不得 一着急就失去了快感 一着急就体会不到 欲先欲死的感觉 相信大家都已经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吧 没错就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性爱 性爱缓慢做才会能真正感受其爽的真谛 现在慢节奏性爱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慢性爱强调的是使双方都能享受其中的 节奏自由的性爱 为爱鼓掌 你最喜欢哪个时刻 最喜欢的不是激烈挺进的时候 早而最爱静下来 两个人深深地拥抱 感受它在我体内 而我们的身体完全结合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 只想认真感受它每寸肌肤的触碰感受 每个女人都应该教会男人缓慢性爱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缓慢性爱 也许很多人根本就没在意 又或许很多人根本不想知道 如果是这样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千万不要以为所有半途而废的性经历都可以称之为慢性爱 恰恰相反 慢性爱比快性爱更加强调伴侣间的沟通与配合 要进行一次美妙的慢性爱 你至少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潜规则 岁月无情 总是会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印痕 但也有人说 岁月从不半美人 其实不同阶段的女人 身上会散发着不一样的魅力 年轻的时候 女人就像是娇艳的鲜花 散发着迷人的清香 中年以后 初年以后 女人就像是一本书 散发着一种成熟的韵味 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 都会让异性忍不住地靠近 毕竟人人都有暧昧之心 恰恰是因为年龄段的不同 所以在追求她们方式上 也存在差异 倘若你像追求年轻姑娘一样的 去追求中年女人 肯定会遭受到拒绝 毕竟女人到了中年以后 周了中年以后 心智上要更成熟 想要的爱情 依旧无再有激情的模样 所以追求中年女人最好的办法 不是年轻女人无法拒绝的甜言蜜语 送礼物等等 这些小把戏对于她们来讲并不受用 聊中年女人最好的方式 慢一点 靠近女人时 要慢一点 聊一个中年女人 并不是说你一追求 对方就会答应 女人到了中年之后 虽然也会保持对待爱情的渴望 但不至于像年轻姑娘那般强烈 毕竟已经见过了不少世面 经历过了很多的事情 千万不能急于求成 要想让中年女人对你动心 一定要试着慢一点 尤其是想要靠近她时 过于着急反倒会适得其反 最大没有吸引到女人的注意力 甚至还会对你产生反感 千万别以为追求中年女人很轻松 倘若不下一番苦功夫 根本就达不到把女人撩到手的目的 当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断 在了解中年女人的过程中 也需要时间的累积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当你足够的了解对方之后 自然就能够从自己身上 找到吸引她的地方 当然了 迈一点不是让你不表达 而是有了基础的了解和准备之后 逐渐的靠近 尤其是当被对方拒绝之后 也别气馁 要继续一点点恭贺女人对你的防线 主动付出时 要慢一点 当你通过靠近中年女人时的慢一点 让她对你产生了好感之后 就需要折手下一步的准备了 那就是在情感上主动的付出 但付出也需要一定的技巧 并不是说你一味的付出就够了 有时候在付出上过于着急 反倒会让女人对你产生反感 这时候也需要你保持慢一点 让中年女人有一个感受和消化的过程 倘若你过于着急 会让她觉得你另有目的 要知道中年女人在情感上 不像年轻姑娘那般的盲目 而是拥有自己的态度和选择 而且不会轻易地改变 你若是想让女人对你有心动的感觉 只能通过慢一点的方式打动对方 做到了这些之后 就算成功一半了 很多时候 男人却总是急于求成 总以为抓紧付出就可以 俘获一个已经对你产生好感的女人 其实并非如此 凡事都遵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规律 慢一点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俘获女人是要慢一点 撩中年女人 哪怕你已经通过以上两种方式 让她对你有了心动的感觉 但距离真正俘获女人心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同样需要你下一番功夫 女人对你有了心动的感觉之后 千万别有所松懈 毕竟有些爱情即便在一起了 也有可能会出现反转 更何况只是动我心呢 倘若有些事情没有做到女人的心坎里 两个人同样会擦肩而过 有句老话说得好 是你的 终极是你的 终极是你的 敢也敢不跑 当你已经有了把握可以俘获女人的时候 也不要过于着急 而是应该慢一点 让彼此之间的情感基础可以更浓厚 更甜蜜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急于求成并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在聊中年女人的过程中 保持一定的规律 让女人在舒适的进度上和你走到一起 然后彻底俘获中年女人的心 好的关系需要慢慢升温 友情如此 爱情依然如此 成年人的感情 都被轰轰烈烈的爱情洗礼过 面对友情 不再是五湖四海皆为有的豪情漫丈 因为我们趋于成熟 在社会的磨练里 已经逐渐明白自己的情感需求 面对爱情 需要慢慢地循序渐进的递增感情 面对友情 不再是凝缺母烂 而是需要志同道合的领路人 在慢慢地升温的过程 便于更细致入微的了解 彼此的感情需求更加清晰 我们已经走过了年少轻狂的冲动 更需要成熟稳定的感情生活 往后余生 只想和你一起共度 所以需要深思熟虑的谨慎决定 也是负责任和担当的具体表现 并不是盲目地随心崇拜 一 爱情需要慢慢地升温 既舒适又踏实 年轻人的爱情 喜欢来自口腔耳听为虚的甜言腻语 而生熟的人 喜欢来自心脏的真情交融 当我看见处于人生低谷的那 乘风破浪逆袭成功的姐姐 都说三的女人一台戏 三的自带渗斗历程的女人 聚集到一起只会更加热闹 初次见面时 初次见面时 有的姐姐就四处寒暄 毫不掩饰自己想要拓展人脉的想法 也有的姐姐 以我最近在看你逆袭成功的案例 而打开话题 却因为记得不够详细 让本来很活跃的场面一度尴尬 最后还是靠对方解围 没关系 听我仔细讲来 最真实的反而是雨晗 尽管她留给我们的印象 一直是气场强大 脾气火烂 但她对每一个人的态度 都是平等而不强求的 即使在看姐姐们演讲时 她也不会过度反应去迎合捧场 看到喜欢认可的就鼓掌 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 从来没有那种虚伪的恭维 也不对谁取义迎合 都要令人舒适的社交方式 反而吸引了更多姐姐们的注意 纯纯跑过来和她聊天 她还激动羞涩地伍加了脸 姐姐们社交场面有句话说得好 熬个汤 火开大了会废过了亿出卖 其实建立一段关系 也是需要一步一步来 不能一开始就心急火燎的攀附交情 假装心腻的关系最廉价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太脆弱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现实 进展得太快了 只是目的性太强了 留过联系方式就算是朋友 酒桌上互相静了几轮 就算交情不浅 男女之间聊过几次 就想确定恋爱关系 我们活在一个凡事都讲究效率的时代 时间是每个人最稀缺的宝贵资源 年轻人连追剧 都恨不得开着二倍的速度 又怎么舍得浪费大部分时间 去和一个人慢慢熟悉相处 追求速度无可厚非 可是在倍速的时代里 那些发展迅速的关系 却总是不如想象中的持久 电话本里好友不计其数 需要时却找不到一个 网上看到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那些刚认识就对你很热情的人 本往带着很强的目的 你十倍速倾近你的人 未来也会以十倍速离开你 二 成熟的感情关系 需要时间来验证 成人世界的关系需要考验 有的人需要你的时候 热情扑面地和你周旋 营造出一种 你们是一见如故的至交错觉 等到你需要他帮助的时候 他们反倒对你冷若冰霜 最怕受到的伤害就是 不把攀亲戴故的虚情假意 当作是值得交付的真心 记得有个朋友问我 你刚到青岛的时候 没有钱是怎么度过的 所以你看那些 以倍速开始的关系 真的都是明码标价的 以利益交换为原则 建立的关系是冷酷无情的 而真心却需要时间来证明 感情不该是一朝一夕的东西 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 两个人认识的慢一些 才能了解得更透彻一些 相处得才能更久远一些 水满则易 月赢则亏 如果一锅水一端上来 就是沸腾的 那也很容易冷却 无论是什么关系 想要持久就要慢慢地脚踏实地 我身以为然 从前车马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可是在速食爱情大行 起到了今天 聚散离合的速度 都变得像按下快进键一样 但依然有人只牵着一个人的手 一直走到人生最后的终点 三爱情 也需要马拉松式的长跑锻炼 我和斯诺恋爱三年 最初偶遇时 最初偶遇时 因为上公交车不小心挤到斯诺 后来又在一个公司二次偶遇 那时两人对对方都带着误解 可随着逐渐加深了解 双方都改变了态度 逐渐一往情深 两多人互相理解各自出差 但真心却始终从未动摇 他为了我闻了情侣印记 我记录着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爱吃樱桃 笑起来很甜 喜欢独当一面 也需要小鸟一人 他喜欢浪漫 可浪漫不是一切 懂他比陪他浪漫更重要 连小时候的喜好和奇怪的癖好 和奇怪的癖好 他都通过我妈妈了解的一清二楚 但了如指掌的这份默契 绝不是乍见之欢就能达到的程度 正是经过天长地久的磨合累积 才造就了这样一份纯粹的感情积淀 从青春岁月到携手白头 好的感情就是可以打败时间合二为一 对彼此的牵挂 随着时间的喜欢是声色全马 一上瘫痪 而爱是过境千凡 温酒煮茶共悲者 可锦衣绸缎 可粗茶淡饭 常遍人间 可归老山川 不要太快和一个人在一起 被一时的甜言蜜语而蒙蔽双眼 然后被紧随其后的新鲜感吞去 对方若即若离 被缺乏真情实感的爱情所折磨 要谈就谈久远的恋爱吧 最值得托付的人 不是在你光芒万丈的时候 敢来喝彩的人 而是在见证了你跌宕起伏的人生之后 仍然握紧你的手从不离开 一起与你风雨兼程的砥砺前行